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税务师小胖 我是最懂美国税务的美国房产经纪冰冰 我们今天又回到了大公园 对 没错 一直以来大公园都是一个特别受争议的一个区域 对 有个人对他就是特别爱 有个人觉得他可能持有成本特别高 比如说我 不管是经纪人还是客户 对大公园的看法都是褒别不一的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公园它的前世和今生 没错 这一期我们大概会分两期来播 第一期我们会讲一下大公园过去 它是怎么产生这块那么平的平地的 然后现在都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 如果您现在买的话 您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基础设施 可以看比如怎么走怎么玩对吧 然后第二期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 未来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跟大家说 那它的生殖空间有多大您自行去判断 因为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我们也讲过 它可能会有个退休军人的目的 那到底是我是买还是不买呢 我觉得我们只代表个人说一下个人的看法 然后买或者不买 其实您可以根据我们给您的所有的信息 您自己来做个决定 话说回来为什么要拍这个呢 就是因为昨天我带我妈妈来大公园 溜达了一圈 溜达了一圈以后呢 我妈呢就很喜欢我妈妈就说说因为呢都是平地 她不喜欢住在山上 她觉得老年人呢在溜达特别方便 而且呢家里有狗狗嘛 她觉得她自己的狗狗溜也比较方便 她就说哎她要在这边买一个两层或者三层的 原来她的平层觉得不好看 而且离得也远 她也不太喜欢 因为有了这个呢我也没想到我妈妈的反应这么 呃就是对大公园这么看好 她就觉得说大家知道我也看了Downtown 我也看了安德海姆的Toe Brothers 她觉得说大公园如果能花到七八十万买一个 那她觉得是OK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拍一拍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 大公园到底是怎么来的 包括我们有一些航拍 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航拍 看一下我们航拍给大家拍摄的现在的设施 等航拍过后呢 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是怎么游来的 没错 那么如果你对大公园有你的看法的话 也特别欢迎 没错 没错 跟我们share一下你对大公园的看法 没错 你觉得它好 它哪好 你觉得它不好 没错 你的原因是什么 没错 而且我觉得肯定还有很多就是咱们的YouTube的朋友们 肯定是住在大公园的 对对 如果有住在大公园的 也因为我们不住在这儿嘛 我们是住在耳湾其他的区域 对 如果您住在大公园肯定最有发言权 那你就能告诉我们 咱们每块好 然后我们给客户去推荐 对 没错 没错 那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航拍 我们先看一下航拍摄 我们先看一下航拍摄 那我们先看一下航拍摄 我们先看一下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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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我们先看一下航拍摄 我们先看一下航拍摄 而且航拍摄 这块地给了部队 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 这块基地当时是用作建了个机场 所以说他把周边东西都推得很平 然后建了一个机场在这里 经过了几十年的使用之后 这个机场被decommission了 就是退役了 在这之后整个基地就退还给了县政府 在之后县政府就来规划了玩这块很大的这块地 那我们在网上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建商 也会告诉客户告诉我们说 这个大公园的面积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三倍 然后这中央有一个笑话我给大家讲 就昨天我到我妈溜弯的时候 我就然后我想说 冷那总说大公园是中央公园的三倍 我查 因为我这人就是总于就是 我要自己去验证这件事情 我就查了一下 结果呢我查到我书 你在Google里书OC Great Park 然后呢结果它出来是27.5acre 就是27.5英亩 然后我又搜了一下纽约中央公园 结果纽约中央公园是800多英亩 四十分之一 我想说 这建商怎么骗人呢 就是怎么会为了卖房子这样骗人呢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其实呢 尔湾大公园整个的这块占地呢 其实有4000英亩 但是这4000英亩呢 它还包括很多商业用地啊 这个住宅用地啊 并不是说一个公园用地 对 所以它在规划的时候呢 又批出来了一块 一共是1300多亩 将近1400多亩用地 是专门用作这个公共的公园 以及这个运动场地 对外对公共开放的这种设施建设 那目前已经完工的呢 只有27.5英亩 所以说如果你上 这个工期还挺长的 对对 其实大公园已经开发一段时间了 它最后目前只开发出来27.5英亩 虽然它还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已经投入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视频里有很多孩子啊 还有人啊都在里面 对还有我们航拍有航拍 你看有女子的足球比赛就有好多个 然后男子足球比赛还有篮球比赛 都已经投入使用了 对所以说呢 如果你上网查到 只有27.5英亩 是不是跟这个宣传的差太多 其实还有很多在后面要继续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园区 可能地税啊物业啊都稍微相对高一些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我们介绍完过去呢 我们介绍了现在 大家在我们的航拍里也看到 有很多的什么网球场啊 足球场啊篮球场啊 那到底现在有什么设施呢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对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对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我来讲一下说 最明显的就是那热气球 热气球呢它有一个热气球 对于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花钱乘坐的 对有一个热气球 还有一个呢是Farmer Market 这个Farmer Market呢只在每周六周日上午 就是卖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昨天我妈还说呢 我妈说这里早逝真近 我要是住这我就每天来遛早逝 不然我就偷偷告诉我妈 我说妈 每天有的 我说不 我妈关心的不是这个 我觉得家长关心的是价格 他以为早逝就会便宜 我跟他说这个早逝比Hofo和Trader Joe都贵 对对对对 因为它的就是更organic 而且量少对吧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gallery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里有很多的gallery 我昨天还进去看了看 有一个gallery呢是讲私网印刷的 是吗 对没错 然后呢它还有两架飞机 还有一个就特别大的那个过去 可能用的那个飞机停车停机 对停停机坪 据说这里要建一个那个飞机博物馆 对 然后那个飞机上也写着海军陆战队 对 然后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的足球场 棒球场 还有比赛用的足球场和沙滩排球场 足球场呢这里就有24个 然后网球场一共开发了出来 25个已经投入使用的了 然后还有5个沙滩排球场 这5个沙滩排球场呢 其中有一个是可以比赛用的 因为呢它两边是有座位 还有那个就是比赛那个point那个牌子的 对 然后另外4个呢是练习的 对 然后它还有4个篮球场 没错 昨天我们航拍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最关键呢 我觉得是那个冰球馆 据说2028年奥运会冰球是 这里是可以投入使用的 对对对 然后场地呢规格呢都是很大很标准的 然后另外呢它还有10个可以用作比赛用的 这个垒球场垒球场 对对对没错 所以大家看了这么多呢大家说 哎那大公园真的还挺好的 我是不是现在趁着房价低 然后应该入手买一个呢 那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视频开头嘛 呃这个话题呢 如果是这期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买 但是下一期讲未来规划的时候 我我可能就觉得说我要等一等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下一期来减分晓 所以呢我们先看房子这一期 我们下一期在介绍未来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我可能选择在等一等 如果是现在这种状况 我可能会买 但是它未来有很多规划 那我的观点就不太一样 那我也下一期再给你对对对对 下一期我们俩可以battle一下 对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到大公园 拍一个卖的很火爆的 一个single family的户型 是Apex 对然后今天我们拍的是它的三户 对三户型看房子 对三户型的也是最大的户型 我们先看房子看房子 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好的 今天我们来到大公园 看一看大公园的大户型 Apex的三户型有4400尺 首先我们看一下外观 它的外观呢设计的很现代 而且前面呢还包括了一个小小的庭院 好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看 我们走进来呢 先去看一看它的主要的部分 客厅餐厅跟厨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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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整个看完了呢 我们看一看它的设计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厨房 厨房这一块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 因为呢它有很长的中岛 中岛这块呢可以吃早餐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可以看到一个很大很深的一个pantry 这个pantry呢我觉得家里是很实用的 因为可以搁很多的瓶瓶光罐和各种调料 那值得一起是呢看到这边 这边呢是可以加盖一个中式厨房的 这样呢很大的油烟什么的 就是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而且都是带窗的这个空间 我们看一下餐厅的位置 餐厅的位置是一个独立的区域 两边都带窗 而且有院子的风景 这个餐厅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如果家里很好客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正餐厅 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客厅 客厅的壁炉是升级的 如果是基础款呢 它是不带壁炉和电视墙的 我们再转过来看客厅这边 客厅这边呢有个很大的推拉门 是可以通往院子里的 在客厅坐着呢会很舒服 因为阳光会很好 那这样呢我们去院子里看一看 好一楼主要的区域我们看完了呢 我们看一下一楼的卧室 一楼的卧室呢在移进门的右手边 是一个套房有自己的卫生间和领域 好我们一楼看完了呢 我们去二楼看看一个主卧三个客房 首先一上来呢在楼梯的右手边 是这个二楼的一个loft 用loft的空间呢 把主卧和次卧全部分开 我们先来看看楼上第一个次卧 在第一个次卧对面呢 是第二个次卧 它楼上的每一个次卧都是套间 好我们再去看看楼上第三个次卧 三个次卧呢都位于这个loft的两边 那我们呢现在三个次卧看完了 我们再去看一看主卧 这个主卧呢完全跟次卧是分开的 互不打扰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位于主卧旁边的洗衣房 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宽敞的主卧 主卧的卫生间 双洗手台的设计 主卧里的衣橱非常非常的大 好了二楼我们看完了呢 我们去三楼的自由活动空间去看一看 三层这个区域呢特别适合周末招待朋友 一起打打台球喝点小酒 大家看到它有一个padio 比如说想抽烟的朋友就可以在外面抽烟 好了我们看完apex这个超大的4400尺的三户型 对三户型你觉得怎么样吗 首先它是五房五位对五房5.5位对 而且还有一个flex room对 那我觉得呢均价真的是没得谈 好低啊对啊如果只要180多万对对吧 他现在这个盘这个户型已经要排队了对没错 但是一二还有房子但是他均价400块 好便宜吧 二楼的话都500多对啊都是500多呀 嗯我的看法啊站在就是咱们别的不谈 因为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就是大公园大公园的过去和现在 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他对吗 因为呢呃我介绍几个特点吧这个房子的第一呢是他一楼有卧室这不用说了肯定是标配 对然后一楼的厨房就是我们身后的位置我自己很喜欢因为中导很大很舒服 对而且他的pantry很深我们视频里也拍了 第三呢在我的左手边他也可以做一个中厨 那个地方如果不做中厨你可以做红酒吧也可以做一个小的office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们再说他的院子他的院子这个推拉门呢是可以直接合过去的 而且看着非常的敞亮 对我们再说一下二层二层的loft也很方正很大 你不觉得吗就是他能用的空间很好 然后呢每一间房间都是套房 而且他的pantry room还在外面 就是他二楼loft可以用自己的卫生间 但是每一间房间都是套房 如果说完那就没有缺点这个房子 有啊有啊我最后会说呀就是 然后他的主卧呢我也特别喜欢 主卧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主卧很大 第二呢他的卫生间我特喜欢 因为他这个设计的就是这个淋浴啊 就是我家抽员可以抽啊 但是都在院子里抽啊 所以我觉得说房子没得奖那下面重点来了 说我自己不行不行的地方是他赫赫的标着说地税要2% 1.9到2对他1.9到2而且他写一个over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有点害怕 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个买了个债务是吗 对对对而且交40年吧 就是我买了一个180万房子 等于我买了一个360万房子 我就要去自己算一算合适不合适 但是还是跟我以前的观点一样 如果我自己住我觉得OK 因为这个钱我花进去了 然后呢我有一些就是itemize扣税的办法 也许拜登会改掉就是没有最高1万 那也许我能扣更多对吧 那那第二呢就是如果我出租 我绝不会买因为持有成本太高了 的确是 因为持有成本这么高 这个五房也租不上也租不到1万块钱 我觉得这这只是我说啊 我说啊就是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就是自住的话真是太舒服了 这个房子 然后花一件地税未认 因为它有这么好的公园对吗 那我的想法就完了 你你你呢 我挺喜欢这房子单价这么低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房子它单价特别低 我觉得是可以出手买的 虽然它的持有成本高一些 但是你的你住得舒服就行了 总价低啊 等于就是等于是未来 这是这个房子可能300万了吧 对 你把这多出来的120万分摊到每年里去 交给政府了而已 但也没有说多那么多 因为房子还会增值嘛 对 我们这期呢就是 当然了除了未来的规划来讲 如果值这房子我资助我会买 但是未来规划大家知道我们下一期会讲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未来的规划里有非常漂亮的山峡谷 然后还有小溪 然后小溪以后呢 还可以在上面滑步 还可以滑船 但是它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我们之前讲过 那我们下一期会详细再讲一下这个目的的跟进情况 那就关注我们的下期吧 如果大家您是住在大公园的 也希望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